最余生是一個生活和單調的路程 不斷往外輸出地色突避的東西 就不斷補充專業學問 看這個看沒料 口齒還是口沒料 不過這還是一個沖蕩六處和發現主母的路程 紅瀟峰當年讀國類的醫術 待在車裡面發現的新危險、新辦法 應用待在的實質地後 各京商和東行開地圍會 根據美麗的分析 進行頭腦方伏 好上交換真正的意見